大家请合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上一次学习到讲记40页 而在36页这个经文 众生念佛 佛在众生心念 佛念众生 众生在佛心中 这个是书超当中的教会 师长老人家 开解 你看众生念佛 佛在众生心内 我们的真心当中就如六主 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的 何其自信 本自具足 具足实法界 一正庄严 众生念佛 这个佛就在心中献了 心进佛土 心念到清静 佛土就献了 所以念佛就做佛 事心做佛 那师长老人家进一步展开来 那假如是念称慧呢 那现地狱向了 念贪心 现恶鬼到了 愚痴 现畜生到了 所以四十页 我们上一次讲 最后 老人家 老人家 语重新常说了 在第六句下面 细细看 这个世间人 造三恶业太多了 就是他心里头念 他念贪生痴 那就现三恶道 人道当中 也有司法界 人中佛 你看 同体大悲 有这样的高深大德 你看黄念老 夏年老 老和尚表演给我们看的 慈悲到极处了 人中的佛 人中的菩萨 那现在的人 没有遇到圣教啊 他觉得 享乐 功利是正常的了 那他可能念贪生痴多了 那我们看到这个现象 所谓心大悲 明有强 我们不能看到这些现象 反而 指责了 反而 失去信心了 不应该如此 学佛最重要的 用真心了 学佛的目的是 恢复我们的 真主本性 恢复真心 在哪里恢复呢 在每个当下的静缘 我们看到 众生 造恶了 比方说 在学校 教学 学生不听话了 我们 生起指责啊 那这里面有 贪 称 吃了 我们修行人 看自己的念头啊 要看得深入 入目三分 这样才能 看清楚 自己的心念 不能打迷糊仗 之前 遇到一个同修啊 他在交流的当中说了 我 对一般的人都不容易起情绪啊 怎么对我家里的人那么容易就生气了 那这个同修 这个现象 多久了 我看可能不是三天五天了 他那个讲话的语气啊 有可能 这个情况存在几年了 他也不知道原因在哪 不知道自己为什么 跟亲人当中 自己的心念那么容易起情绪 是哪些情境 让他起了这些情绪 学佛是当个明白人 在哪里明白啊 在自己每天面对的境界当中明白啊 不能自己骗自己的 其实冷静下来 就如 了凡事情说的 在自己心缘隐微处 在内心深处啊 关照 默默洗涤 其实呢 我们对亲的人啊 容易起控制要求 他不听你的你火气就上来了 那个控制的念头 自己有没有看透 老儿上常说 放下控制的念头 放下占有的念头 他是我儿子呢 他是我 先生太太 你看这种我所 念头一起来 那个控制要求就跟着 起来了 一看到 这念头不对啊 这是烦恼的心啊 赶快阿弥陀佛把他扶下去了 不让情绪作大 情绪相续 当然每一次生机的情况也不完全一样啊 比方 越轻的人呢 越容易呢 落他以前不好的印象 比方说他现在这个动作呢 又跟以前有点相似的 马上你怎么又来了 那个火又出来了 只是我们弱人家不好的印象 所以称慧是果啊 因是什么 因是自己的心地 有控制 有要求 有弱印象 这个才是问题的根源啊 可不能说 都是他让我生气的 把责任推给别人了 别人只是个缘了 遇到真正心地有修养的人 怎么样人家也不会生气啊 不是风动 也不是翻动 我们自己的心动了 应该跟大家有交流过刘宽 东汉一位大臣 这个故事我们不能白听了 你看他太太 跟他相处了几十年了 没见过他生气啊 有点不开心啊 设计设计 看他生不生气啊 让这个婢女啊 在他要上朝以前了 上朝见皇上啊 都是穿朝服啊 故意端羹汤过去的时候 跌倒把羹汤啊 洒在他的官府上 潮府啊 看他生不生气 大家听历史故事啊 要深历其境啊 我们听了说 现在自己就是流宽数 想象一下那个情境 一波过来 我们下一个念头是什么 我待会要见皇上啊 你命不要了 你知道这个朝服 花了我多少令吉 这在古代 这个不能用令吉 令吉是马币 也不能用人民币 花了我多少赢粮啊 可能就打他一顿啊 可是我们看流宽 面对这样的情境 马上 起的念头 说的话是什么 有没有烫到你的手 我想他太太在旁边偷看了 一听到这句话 我看这个心都浮了 五体投地的佩服的先生 所以不能感动另外一半 反省 我们的德行不够 这个 天下无不可化之人 我们不能感化别对方啊 但恐诚心未知 我们真诚心不够 不然 今诚所至 今时为开 每一个人都有 本善 都有福性 我们真心献钱呢 跟对方一交感 对方的善根呢 也会被我们 带动起来 好 所以 我们 修行的重点呢 就是修心 保持自己的真心 不被烦恼 所控制 我们看到社会现象 马上 产生一种情绪的不同 无量寿经 指导我们 先人不善 不是道德 无有余者 疏无怪也 这一段 无量寿经的法语 有没有随文入关 入我们的心呢 真正入了 从此刻开始 不指责他人了 不能怪他 他的父母 爷爷奶奶不懂啊 可能还不止两代人 传统话忽略了 三到五代人 没学 我们指责他 就有点苛刻了 那我们已经学了 那当然由我们来 为人演说啊 由我们来用身教 言教 来互念 有缘的人 所以这些社会现象 也可以唤醒我们的使命感 唤醒我们的慈悲心 所以我们面对境缘 是起烦恼 还是提起菩提心 这一念之间是自己抉择的 我们要去极乐世界的人 无量寿经指导我们 上品 中品 下品 都有八个字 八菩提心 一项专念 阿弥陀佛 那这个菩提心要 发出来 而且不能忘失 忘失菩提心 修诸善法 圣明摩耶 这华言经上说的 把菩提心忘了 你哪怕修善法 是搞摩耶 佛门讲三四愿 第一次修行 可是菩提心 没有发 没有保持了 修了一点福报了 真心保持的是功德 功德可以了生死 用的不是菩提心 那是修福报了 梁武帝给我们表演了 为佛门 做了那么多事 可是他的心里面有 要人赞叹 心不清静 不是真心 就没有功德 福德 六祖慧能大师 有提醒我们 生死大事 福不能救 要功德才能了生死 福德不能了生死 只能 福的力量 这个善业的力量 带我们去享福 第二次就享福了 大家先来观察看看 富贵之人 几个人 几个人 在享福当中 是清醒的 假如不清醒了 享福的过程 习气会增长 所以群书之药里面 有强调 教富贵人家 比教贫穷人家难 只要他不愁吃 不愁穿 富贵了 第一个 容易起 傲慢 产富 交贫 这些有钱 慢性增长 而且容易奢侈 交 奢侈 盈益 这些习气特别容易起来 比方这个孩子从小很贫穷 比较不会起这些习气之外 他可能会体会父母 赚钱困难 懂得习福 所以富贵之后 交子弟 那更要有智慧才行 所以第一次修行 没有用真心 没有用菩提心 修福 第二次享福 我们看现在富贵人吃一餐 那个桌上 有多少众生的命 才一餐 那你吃他半斤 还他八两 你说这个 一辈子吃了几十年 要去还几次 完了第三次就堕落了 叫三世愿 所以福贵心重要 不然修行修到最后是磨叶 华言经这些话 不能掉以轻心 那这个菩提心 让我们更好体会菩提心 他用五心 来让我们体会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觉 慈悲 那我们面对 众生呢 主要 起 慈悲 面对自己呢 清净 平等 让自己的心 清净 不要染污 在一切境界里面 念哦 自己的心 平等 恭敬 不要高下 不要分别 不要爱真 立誓 练心 练出真诚心 这是自受用 对别人慈悲 利益 他人 所以慈悲 洗手 是无量心 这我们修学的人要修 你看悲壮严固 敏诸众生 怜悯众生 常不厌守 不讨厌 不舍离他们 假如我们是受持无量受精 不止不舍离 于诸众生 示弱自己 最近看到一些报道 其中有一者 有个十几岁的孩子 玩手机上瘾了 结果母亲实在看不下去了 把她的手机 抢过来了 这个孩子 马上情绪非常激动 拿刀 砍了自己六刀 你看她那种情绪障碍到什么程度了 不给她手机 她非常 愤怒 用这种方式在发现 刀刀剑骨 我们听了心痛 你看 这种玩乐 上瘾到 你看砍自己 刀刀剑骨 还能连续砍六刀 那种身心是什么状态 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的 比鸦片 吸鸦片还要大的挑战 这些众生的苦难 我们应该有责任心 我们当父母 当长辈 我们当老师 当领导 你都会遇到孩子 遇到年轻人 甚至于现在 上瘾的老人都有 成年人都有 其实 会被外面这些东西 引诱 上瘾 是内 不足 凡为外所胜者 皆内不足 凡为邪所夺者 皆正不足 被这些邪的东西 引诱了 内心没有正气 内心没有 正确的目标方向 比方说我们要去极乐世界 那要去极乐世界 要正住双修 正修是念佛 佛要念得好 若要佛不离口 先须诸不离手 我得认真念佛 哪有时间打妄想 甚至去玩游戏 不可能 住修是积功累得 我要尽我的本分 真心去敦伦敬分 就是功德 一个人有责任心 要尽好五轮本分 我跟大家保证 这个人会觉得 他24小时不够用 哪还有时间去玩乐 24年前 25年前 陈德开始教学 当时候教学 还当班主任 早上 6点多开始出门 有时候冬天天还没亮 晚上开车回来吃饭 回家 天黑了 一个班上35个孩子 你真心要护念每个孩子 你时间哪里过用 家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你要做家庭访问 我现在也是很 很忏悔 惭愧 智慧不足 当时候带班的时候 一个女同学 在她的手臂上 用美工刀 画了好几刀 那一画下去 血就马上流出来了 我看到的时候是 几条疤痕 我们一看很心痛 只是 一直告诫她 不可以这样 这样 伤身体 当然应该也提醒了 身体法夫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孝之失业 所以 娇孝是刻不容缓 但是没有能够 深刻体会到 孩子这个行为 是一个果相 因在哪 这个因多久了 这个因是三天五天吗 这可能是不少年了 这个也是什么 已经算 忧郁症的状况了 他的情绪排解不开来了 他才会有这样的行为出来 我们修学的人 要培养一个洞察力 什么事都没有离开因果 这个人做这件事 种这个因 他以后会干 造成什么果 现在这个不对的行为是果 原因出在哪 所有的事没有离开因果 包含我们自己走过来的路 因因果果 要检讨清楚 总结经验 不然不好的结果会在 我们以后又会出现 因为他不好的因 我们没有洞察到 继续还是照那个因 从到负责 就难以避免 我们让同样的问题一再发生 对自己也不尊重 对自己的生命也不尊重 我们负责的事情 比方说我从事教学 孩子的问题同样一再发生 那我对孩子也不够理尽了 我要协助他 改掉这些坏的习惯了 这才是广修供养 我在教他的过程 我自己有没有动一些情绪 我要忏悔业障 有我不足的地方 普贤行就是生活工作 处事带人接物 佛法就是生活 六度处事带人接物 这才是不恶法门 生活是生活 普贤行是普贤行 那就是恶了 入不了不恶法门 入不了是我们有分别了 那普贤行普贤行 生活工作中用不了 你看他这个念头就障碍住了 那天遇到一位女士 她跟我说 哎呀佛法虽然好啊 现实生活没法用啊 我就问她了 我说佛是什么意思啊 佛是绝的意思啊 那你讲话要不要绝啊 你要讲话的时候搞不清楚状况 你一开口就讲错话了 讲错话你要收拾残局哦 一言祭出 四马难追呢 弟子规说 是非以物轻弱啊 你 面对境界不清楚自己 时间够不够啊 精力够不够啊 度得量力啊 你一激动了 啪就出去了 你不觉了 你答应人家 后来又做不到了 那就净退错了 哎你的社会信用啊 受影响了 所以佛是绝啊 你讲每一句话 你不用佛法 你给自己添麻烦啊 你做每一件事你不绝 你会添乱呢 哪有说佛法不能 不能用在当下 不能用在现实生活中啊 你不用就麻烦啊 什么时候用 当下就要用啊 不然你会 障碍自己也会脑害众生啊 因为不绝啊 我也有遇过 这个亲戚朋友 佛法很好 我50岁再来学 那不能怪他 怪我们没有给他讲清楚 佛的意思啊 你看老婆上说 讲经说法的时候 我最常说的 落实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 所以我们要觉啊 在一切时一切处觉物 不随顺烦恼习习 习气要随顺圣贤佛菩萨教会 因为他们教会的是 从他们的真心流出来的道理 我们跟着这些道理做啊 就是自己的真心在作用 东庸说的 道也者啊 不可虚于理也啊 所以真心不能变的 不能虚于理也啊 所以上一节课老和尚说的 我们学佛菩萨 不变随缘 真心不能变的 然后随每一个缘 去自立立他 你会用缘啊 每一个缘 都能帮助自己跟他能提升 讲到这里啊 大家相信吗 每个缘 自他都能受用 为什么 成德要问大家 相信吗 信为道元 公德母啊 不相信铁定 你不会这样去思维 不会这样去用啊 举一个例子就好了 《金刚经》里面讲的 忍辱仙人遇到歌利王 请问大家这个语言好不好 我们刚刚说听故事啊 要入到那个故事里面去啊 听刘宽要入到那个故事里面去啊 我们现在听忍辱仙人入境去了 你现在面对的是歌利王 拿着刀要割你的身体 我们下一个念头是什么 晴天霹雳 我做鬼也不会对你善罢甘休 但是我们看忍辱仙人 当作自己的一个逆争上缘 结果忍辱波罗蜜成就了 慈戒波罗蜜成就了 因为没有报复的心念 没有称慧的心 本来在弥勒菩萨后面才成佛 提早成佛了 所以哪有坏事啊 用真心没有坏事 然后你看我们 现在一听到 佛陀做忍辱仙人这个表法 每个人一看现在自己遇到的 小屋见大屋 那佛这个境界都能快速提升了 我们现在芝麻蒜皮啊 不算什么咬咬牙就过去了 那你说 佛陀做忍辱仙人 有没有他受用啊 这个他受用 后世的弟子都以他为榜样啊 所以诸位忍者 你们现在遇到啊 很大的挑战啊 要往后面看看 我有子孙正看着我呢 我有学生正看着我呢 我得表好法啊 给他们的人生 一个最好的榜样 他遇到逆境的时候想 哎呀我爸爸我爷爷 在那样的情境都不生气了 我现在这个算不了什么了 诸位忍者想一想啊 我们 以后的子孙啊 面对的人生挑战 比我们大还是比我们小 我相信比我们大 那你什么时候表演 忍辱功夫给他看了 况且我们是 老和尚的弟子啊 我们得像老和尚 学就是效法 我们学老和尚越学越像 他老人家留了两句话给我们 这两句话 在我们福隆弥陀村大殿里面 把他印在墙上了 这个也是用心良辅 把老和尚修学的心法 供养给 所有到 弥陀村的 有缘大众 处逆境 随恶缘 这两句话就包含一切境界了 无称慧 业障竟消 逆境恶缘 不声称慧 业障消了 好事啊 随顺境 处善缘 无贪吃 福慧 权限 顺境 不喜贪爱 不想吃福 顺境来了 福报现前了 自己不想 给众生想 福慧 权限 好 那就是一切境界 都是来成就自己的啊 那就平等 恭敬 平等 欢喜 一切境界了 就不会在境界当中了 生贪生吃了 好 所以最近看到这些新闻 甚至于接触大众了 也听到 我刚好 有缘 见到几位学传统化的企业家 他们提到 还没学以前的情境 我听起来 也就是很震撼 因为我成长过程 没有见过父母 有口角的 没见过 没见过 结果他们说 夫妻吵啊 还打啊 后来都改善了 结果四位企业家 最后一位说 他们的情况都没有我严重 我学了传统文化 夫妻关系有改善的 结果我太太 有一天就跟我说了 说没学的时候啊 好多夜里啊 你熟睡的时候啊 我都想着要 那个话我都有点讲不出来了 我当时候听 心里为之一震啊 我心里想啊 现在还没学传统文化的 家庭有多少啊 那现在还起这样的 心恋的夫妻有多少啊 想到这样的情况啊 难怪老和尚说 见果君明 教学为先啊 他可能听到 伦理道的因果教育了 听到鲁士道教诲啊 他家庭的悲剧就不会产生了 所以心大悲 明有情啊 这几句要落实在 跟我们有缘的亲戚朋友 的因缘上啊 眼词变 受罚眼了 怎么夫妻相处啊 这个轮常本分怎么尽啊 这样就不会有人生的悲剧了 不止没有悲剧啊 在轮常当中啊 七功雷德了 你看这个有没有文正法 那人生几乎是天壤之别啊 所以老和尚说 总在欲缘不同啊 文法的缘 太重要了 所以诸位忍者啊 一跟亲戚朋友见面有缘啊 心要 为众开法杖啊 广施功德宝啊 见面的可以在同一桌吃饭 都是难得的缘啊 现在人那么忙碌 这个时候一吃饭 不能聊是非人我啊 那太糟蹋缘了 当然 你也不能 大家在那吃饭啊 气氛很活络 你在那里哎呀 人生苦短了 无常随时会来啊 一定气氛很奇怪啊 那这个就变成执着了 不能随顺姻缘了 来开法杖了 啊 大家 很欢喜的气氛 哎 互相关心 一关心啊 就会弹出一些情况出来了 这个时候你 先以欲勾签 那个欲就是他现在最需要的 他现在面对 最难的问题在哪 先以欲勾签了 后令入佛字 哇 学这个老祖宗的东西真能解决问题啊 他受用了 他才会进一步深入 精湛去思维 了身脱死的问题 好 所以大家也要很敏锐啊 敏锐 气氛 人心的状况 不能出现执着啊 自己觉得 啊 死身世大啊 不管什么上 都跟着说了 那也是执着 不能应激啊 那是心里有执着啊 才不能应激 啊我也是 见到一位长辈啊 那那都是老前辈了 他说我们 我弟子啊 不能执着 到呢 啊办个喜事 啊 结果 穿着红衣服啊 啊 去参加婚礼 结果一进去呢 里面的 声音是 阿弥陀佛 我还以为来错地方了 好 不是说念佛不好啊 你总放一个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气氛是轻快的吗 人不能学到那么执着 都感觉不到这个无形的气氛 哦 假如我们 这个这些执着自己看不出来啊 可能你在家庭里面一出现啊 那个气氛马上就变了 哎呀那个念佛的人来了 啊 啊这个 啊 老儿上都是教我们要和光同城啊 要能跟人家融入啊 横顺众生 水行功德啊 是吧 人家办喜事了 哎 跟着欢乐的气氛 哎呀怎么白头偕老啊 哎呀老儿上说一句真言 你看你不是在 魏众开法上 祝福人家 顺便做法供养 而且你法供养 时机要抓队哦 等到啊那夫妻常常吵架了 你再去做法供养 不好够养啊 刚刚 结婚了啊 那个就是个时间点 交额婴孩 交付出来 你互念一个人 那个时机点抓的好啊 效果好啊 哨成若天性啊 从胎教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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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媳妇刚来了啊 啊 这个胜与死了 啊 哎 这个人结婚了 是一个时机点 哎 这个人要去念大学了 是个时机点 哎 我们古人呢 很懂得抓时机点 所以有很多 重要的礼 你看 成年礼 哎 男女成年 年龄不一样啊 哎 女子比较早熟了 哎 他成年礼当中啊 那种气氛就让他提起一种 对家庭的责任 啊 你看婚礼也是啊 都是掌握那个机会点 建立他 面对自己成年的态度 面对自己走入婚姻的态度 好 所以我们看楼上也都是掌握机会点 啊 哎 哎 归一 绝对不是只有仪式 都给我们讲解 因为那是我们要 开始入佛门了 那稀里糊涂的跟清楚 为什么要 归一 归的意义在哪 那不一样了 啊 啊 好 我们看了这个四十页呢 老阿上说了 念五戒 念十善 这是人天道 今天有几个人心里头啊 常常存的 是五戒 五戒啊 在中国儒家讲的 就是五常 这个也给我们证明了 英雄所见 略同 三千年前 活在印度四县 那三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叫五常 完全相应 他们之间又没有联系 啊 所以你心境 入那个境界的 也讲出来这些道理是相应的 佛佛道统 啊 不杀身 人 不偷盗 义 啊 不邪淫 礼 啊 不妄语 信 不饮酒 礼智 饮酒多了 容易乱性的 啊 理智的人呢 要随时是能 把握好自己的 不去做那些 啊 可能会 啊 造成 无法挽回后果的思想 啊 常呢 是常道 哦 哦 我们遵循 五轮五常 四维八德啊 你 你的 一言一行 你在尽本分的时候啊 就是功德 正助双修 正修念佛 助修没有离开本分 而 映光祖师说啊 在家人最大的功德是 就是把下一代交好 大家想想有没有道理 啊 这孩子有爱心呢 所有遇到他的人都得利益了 那这个 这个功德 父母既投工 因为是父母培养出来的 哦 人意理智性 人仁慈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我们有人啊 就不会给别人压力了 啊 诸位忍者啊 我们有没有给亲戚朋友压力啊 大家有没有去观察过 你出现的时候 你亲戚朋友的表情怎么样 修行人面对境界要清楚啊 到底我是给人家压力还是给人家欢喜啊 菩萨所在之处 让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 那我们现在学菩萨咯 行菩萨道啊 所以这个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现在我感觉啊 我们一不注意啊 就会犯爱你没商量 我对他好啊 没有去考虑到别人的感受 接受度 就无形当中给人家压力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所欲啊 你也不能马上要施于人 你也要看人家的接受度 教人以善勿过高 当时即可从 你一下那种要求很高啊 把人家就吓退了 所以我们不要一下遇到人开法杖 就是开 都是 开很高的啊 你现在就要行普贤行啊 他一看吓坏了 现在先敦伦敬奋 他容易接受了 义呢是道义 义务 是不讲求报仇的 我们对别人的恩惠 帮助别人呢 并不要求任何的报仇 这是义 其实我们在跟亲朋好友相处的时候啊 有时候起情绪啊 可能是因为 我们的付出啊 有留在心上 然后心里想我对你那么好 你怎么对我才这么一点 那这个心念我们 心圆引微处看到啊 我们跟人相处还是有什么 厉害 我想得到利益 假如是义啊 不起这种心念 也不会有这种烦恼 应该做的 做完就完了 没有放在心上 哦 所以你去观察那个孝子啊 他对父母尽心尽力哦 你一赞叹他 他成皇成后 因为他觉得那个应该做的 他只心里觉得做的不够 哦 哦 所以这个义啊 道义义物 老上讲经的时候也感叹了 现在啊 重义啊 重力啊 轻易啊 现在连父子关系都是厉害关系啊 啊 孩子还来 还来看老人 为什么 还有遗产啊 啊 假如 没有遗产了 分完了 还来不来 难说了 但是你看到这样的子女啊 你不能怪他们了 要教他们啊 人之处 性本善啊 能教的啊 都受后天息染啊 其实 一个人只有厉害啊 那他对父母 他要造多少业啊 所以是也是很可怜 得了人生闻了佛法还造业 你说冤枉不冤枉啊 礼呢 礼呢 是礼节 礼静 恭敬心啊 待人 刚刚讲到这个意呢 隐一段 映光大师的教会 我们一起共勉啊 啊 我觉得我们现在 念佛人啊 你跟他讲什么道理啊 一定要跟 能不能往生挂在一起 他的耳朵才会竖起来 他的耳朵才会竖起来 不然好像 都不会怎么做事 好 好 敬主说了 啊 念佛之人 必须 事事 长存 忠数 心心 心心 提防过千 啊 啊 要忠数 存心啊 才是真心在待人 待人 而且 心心提防过千啊 不要去脑害到别人 啊 别人因为我们生烦恼了 我们都不当一回事 还是依然 自己的习气做主 这不妥当啊 哎 跟人家一起 住在宿舍里面啊 共住在一起啊 尤其晚上起来啊 那关门生啊 要 要轻一点啊 不要去吵 把人家吵醒啊 现在 有时候人家睡眠 入睡了 不容易啊 很容易醒的话 你 那个门 很大声 可能他后半夜都睡不了啊 但明天还得工作了 心心提防过千了 知过必改 建议必为 哎 意有 建议必为哦 方与佛合 这样处世的心境 太度啊 跟佛心相合了 如是之人 决定往生 这是大师之菩萨给我们保证啊 决定往生 若不如是 若不如是 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忠述 我们没有提防过失 哦 没有知过必改 建议必为啊 则与佛相反 决难 决难感通 跟佛心不相应 哦 大家应该都听过 一念相应 一念佛啊 念念相应 念念佛 哦 大家去感觉一下啊 一个 见义都不为的人 不讲道义的人 你看他念阿弥陀佛 能有多少分 跟阿弥陀佛相应啊 跟真心相应啊 那我们看我们老和尚表演给我们看的 很重道义啊 你看 对我们中华文化 他是一个炎黄子孙 我牺牲生命 都要把中华文化沉传下去 道义 忠义 忠是 尽心尽力 敬己这位忠 也是很慈悲啊 你看在澳洲 澳洲 环境很好啊 老和尚看着我们 这个澳洲人间的天堂啊 不过现在 世界啊 有很多挑战啊 我们还是要下去啊 所以你看老和尚都待在香港多啊 希望更好的 互念众生啊 大家想一想啊 老和尚住在澳洲跟住在香港啊 我们这些弟子的心 心情一不一样啊 啊 住在香港 哎住在国内啊 那老人家也对我们说啊 你看世界这么乱啊 摆在我们面前啊 我们有责任呢 要走出一条活路出来啊 这是对这个世界的仁义啊 所以当时候老和尚常说被联合国逼出来啊 把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这些理念智慧 被供养出来 专家学者 各国大使说是理想做不到 没有信心啊 老和尚好人做到底了 那要做实验了 在故乡办了 教育中心 证明人之初性本善 人是可以教的好的 不然信心危机就不肯学了 那我们跟老和尚学哦 我们也要给 社会信心哦 我们要 竖起榜样来啊 自己的身心做榜样 你不能念佛人 念的 愁眉苦脸的啊 人家一看 没信心了 哎我的家庭是榜样啊 你要看你们夫妻相处的这么和和 那给你请教了 人家有信心呢 再来我们所处的社区 哎 我不是讲给别人听的哦 讲给诸位忍者听哦 你们所住的地方是社区哦 哎 尤其还是新春 华人多是吧 啊 啊 恶人同心齐立断经啊 啊 有这个认知的大家团结起来 那力量很大了 哎 在社区里面 哦 办 哎 道德奖场 哎 大家一听善根都起来了 哦 还半个胎教班 哇 那你功德无量啊 哦 你们社区里面呢 可能要出圣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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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视胎教出圣人 重视三岁以前出贤人 啊 啊 三岁以后交成君子不错了 哎 啊 刚好 啊 有一位老师啊 啊 他四个孩子 老大两岁的时候 遇到老和尚的教会 所以后面三个孩子都做胎教会 啊 结果他带着孩子 啊 来上课 啊 啊 啊 我们这个一位王老师啊 因为他见过太多啊 学传统文化的孩子 还有他的家庭啊 这父母呢 学了之后 也是好心啊 希望孩子 都学传统文化 可是都比较强势 啊 这个王老师 问了这些 学传统文化 小孩的父母啊 问他哪个问题呢 你的孩子的兴趣是什么 几乎每个家长都答不出来 哎呀 佛门 讲啊 一指成病 我们一指着了 眼睛里面只有读经读经读经 你的 你今天读了多少了 落后多少了 一指着啊 你眼中只有 背多少了 读多少了 其他的感受不到了 所以一问孩子的兴趣是什么 答不上来了 大家有没有感感受感受 我们自己啊 那个执着一起来说是什么状态啊 比方说盯着另一半的哪个缺点啊 他就一直放大放大放大到 他没有一个优点 他没有一个优点 那个就是执着起的作用啊 啊 我们闽南话说呢 没一条好 啊 啊 我是曾经在对公众演讲的时候 啊 我说夫妻白头偕老一句真言 是老上教的啊 只看对方的优点 不看对方的缺点啊 我讲完了 我讲完了 底下有个女士喊很大声啊 没有优点 我还第一次遇到讲课的时候 居然底下的听众喊这么大声啊 我也有一点 感觉突然 但是要赶快念阿弥陀佛 要镇定镇定 才能回应这个境界是吧 哎 我镇定了之后啊 我走到她的面前 然后我跟她说 这位女士啊 你先生没有优点啊 你还嫁给她 你真的有 地藏王菩萨的精神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这个全场都笑了啊 没有优点你还嫁给她 怎么可能 除非你是真正是地藏菩萨 所以你看呢 人一直走一直放大那个执着点啊 明明你的孩子很有优点 可是你因为要求他这一点 他没达到了 他的其他优点你都看不到 不能执着啊 执着了就变心了 那个母亲的慈悲 父亲的慈爱就没了 我们一听别的我们 跟人相处了 别人变心我们很难过 可是我们没有注意到啊 我们常常在变心 我们要忠素存心 长存忠素啊 别人变心呢 能包容 宽以待人吗 素啊 自己变心不可以 言以律己 好 好 回复好自己的心啊 好 要保持住啊 真心 所以这个老和尚 他展现了这个道义人生 我们既然跟他学 就要向他老人讲 要效法他 所以我们的心境跟道义 仁义不相应 跟佛心也不相应 念那句佛也不够相应 所以印竹这段话重要 知过必改 见义必为 方与佛合 理是理静 那对一切人事都要恭敬 智能是理智 不感情用事 信是信用 不欺骗别人 尤其不欺骗自己 要自爱 才能爱人 我们会欺骗自己 铁定一发展 就是欺骗别人 我们不爱自己 铁定也爱不了别人 因为不爱自己 就是习气做主了 习气做主了 伤了自己 还伤了别人 欲爱人者 先自爱 先改习气 欲救人者 先自救 先把自己 从烦恼当中 拉出来 好 这是人道 人道里面 来生能够得到人生 如果五常五戒 有欠缺 来生就得不到人生 天道比人道的道德水准要高 他要修十善业道 要修事无量心 事无量心 是慈悲洗手 这才能升天 生闻天天想的是四地 苦极灭道 圆绝想的是十二英元 福萨想的是六度万恨 这个老儿上也曾经讲过 博学十四甲 这李老编的 里面都有谈四地 收音源 大家可以 有时间要学习 佛想的是清净 平等 慈悲 这佛心 所以看你自己一天到晚 想什么 想什么就变什么 所以老儿上也常说到了 能不能往生 不要问别人 问自己 我们念头 佛号多了 那当然就比较有把握了 你想什么念什么就变什么 所以司法界一正庄严 是心里想出来的 佛法里头 有一派专门说明 这个道理 就是法相为世中 整个现象 为心所现 为世所变 那佛念众生 刚刚的讲解主要 就是众生念佛 你念什么就变什么 你一念 佛在众生心内 念佛即是至心现前 那佛念众生 众生在佛心中 这一句读下来 大家心里有没有暖暖的 我随时在阿弥陀佛的心中 这句是决定没有问题 佛菩萨没有不念众生的 所以三十七年说 便就今朝成佛去 乐邦化主 以贤持 我今天就往生了 阿弥陀佛见到我第一句话 这个是我翻译的 比较白话一点 傻孩子 傻孩子 你怎么今天才回来 阿弥陀佛同体大悲 不忍心我们 多受一天轮回苦 你真想去 感应一到焦 今天就接你去了 我们真的观察到了 同修身重病 一下决心 我不治疗了 因为医生也觉得 很严重了 只是打马飞那些情况 从医院出来了 一心念佛 没有超过七天 就看到阿弥陀佛 好几个例子 这个证明 阿弥陀佛念着我们 怎么忍心 让我们多受苦 你真完全放下了 就接你走了 你还有挂爱 那阿弥陀佛也拉不走 说佛有一爱之不清 对这个世间 还有爱恋 还有放不下 临终被此爱所牵 这个要自己检查了 诸位忍者 还有哪个人放不下 还有哪件事 还有哪个物品放不下 有没有念佛念念念念 现在七月了 好像榴莲 现在盛产 你看 心里还有榴莲 不行 你看还会干扰念佛 不吃念不下去了 这样就不行 所以 佛菩萨没有不念众生的 只有众生 不念佛 你看大师之菩萨念佛 袁通章也讲到了 十方如来 连念众生 如母一子 比喻 就像父母念孩子一样 这个 比喻父母跟子女 那孩子都不念父母 不听父母的 那父母也只 只能干着急 若只逃世 虽亦何为 想也没用 他不听话了 在外面 无作非为了 但是子若亦母 孩子 想父母 如 如母一子 跟父母想孩子一样 母子立身 不相为缘 这个父母子女之间不分开了 这个是比喻 我们念佛菩萨 跟佛菩萨念我们一样的时候 我们跟佛菩萨没分开了 若众生心 义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去佛不远 所以佛菩萨不可能不念众生的 念念为一切众生 念念愿众生 早晨佛道 早晨菩提 可惜的是 已经三千年了 接下来还有九千年了 可是我这一生又得人生 又遇到人家佛法 我得不能辜负了 不然我一舵到三个道 那九千年我也遇不到 三徒一舵五千节 而且我们想一想 释迦牟尼佛出来 讲弘扬佛法 请问多少佛不再来配合 一佛出世 千佛永代 而且 释迦牟尼佛的佛法 传了三千年 我们还学得到 有一代人没传就没了 请问这三千人 又有多少佛不再来 互念正法 互念我们 不说多了 就说一个玄庄大师 没有他老人家 我们现在多少经 读不到 他九死一生 西天取经 能不能辜负玄庄大师 你看每一代有多少 佛不撒来配合 所以劝发布地心文 把念佛不撒恩 摆第一 觉得不能再辜负 我们就 有动力 良心起来 依教奉行 所以诸位要是把这个道理参透了 真正明白 你才晓得 我们为什么 要念佛 八万四千法门 为什么不修别的法门 来修念佛法门 你看众生念佛 佛在众生心内 因为这个方法 你一念佛 这个佛号 自性的得号 你就深深唤醒自己 这成佛最快的方法 尤其我们在学习这个大师 是菩萨念佛 原通章 我们一念佛 佛就念我 当然佛 一直都念我们 可是你不念他了 他只能在旁边 等待机会 不能感应道交 我们烦恼做主 他要加持加持不上 所以一念佛 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 不假方便 必定见佛 不是临终当来 现前当来 有一位修行人 在静朝 离我们一千多年 念了七天 阿弥陀佛现前给他说法 正无身法人 往生极乐世界 这尊菩萨 绝名妙行菩萨 在清朝 又来度化 跟他一起修行的 十二个童山道友 留下来他的教诲 叫西方雀子 七天 就成就了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所以为什么不修别的法门 来修念佛法门 念佛是直接成佛 修别的法门 是间接成佛 你看 进修节要 使本不离 直屈绝入 最快成佛的方法 念佛是直接成佛 修别的法门 修到一个相当程度 回过头来 还是要念佛 为什么 你不念佛 不能成佛 像华严经 华严经都是法僧大师 驻华藏世界 他们修到什么地位 他们要修到出地菩萨 这个时候呢 出地菩萨 想成佛了 开始念佛 因为华严经上说 实地菩萨 始终不离念佛 那始就是出地 终就是实地 这十个位次 通通通修念佛法门 所以八万四千法门 修到最后 ôt果 商人 得体货 收费